這次展覽題目定文造聲 造聲其實就是一個製造聲響的執意 這次展覽主要是呈現我從2008年以來開始發展的開箱作業系列作品 那在開箱作業系列作品開始後我就陸續做了非常多聲響的樂器、聲響的機械裝置等等 那這一切聲響的樂器會放到開箱作業的內容物裡面 也是源自於在快十年前提出了一個叫做百聲計畫的聲音裝置的計畫 那百聲計畫其實意圖想要製造以100作為一個單位 製造一百件物理發聲的這些樂器 那這些樂器在發展的部分當中其實就是都會同時從一個表演跟一個現場展覽 兩個狀態去做不同方式的呈現 那一百件也是在一開始提出的時候就把自己腳步放慢去思考這個計畫 因為最初提出的這個計畫其實是想用一年的時間把它完成 後來有點太天真了 沒辦法再那麼短的聲音去完成 所以後來就把自己步調放慢 然後想說 我其實陸續在這幾年做了非常多不同聲音樂器的實驗 所以也因為這樣在開箱作業樂系列的出現後 我也試圖把一些 一些聲音裝置和聲音樂器把它擺到箱子裡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主意的在今年會有一個呈現這樣 那今年的各展除了就開箱作業的延續之外 其實也在試圖在空間上去呈現 不管是製作的過程也好 還是就是一個就是現場的裝置 有點像是把這個空間當作開箱作業來操作 那這個空間所以我就在牆面上安置了一些 這次各展新作的一些樂器 比方說請到時刻 或者是像聲牆這件作品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在我日常中得到的一些靈感 或者是在日常實驗的過程當中 陸續去發展出來的一些聲音裝置這樣 那所以這一次各展就名為造聲 就是一個好像在持續進行當中的一個聲音製造的過程 這一次總共展出了五件開箱作業的有箱子的物件 那箱子的物件有三隻小木魚 它其實是呼應我在最早做的第一件動力雕塑的裝置 那那時候就做了一隻小木魚 所以一隻木魚 那這一次我就把這個木魚放到箱子裡面 木魚這個聲音其實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 然後我試圖讓木魚這個魚的形象讓它透過視覺出現 那開箱作業的不免就是要有營造一些 就是開箱跟未開箱之間的想像的空間 那還有一件叫做Duo 其實就是兩條單弦的像吉他的樂器 那這個樂器其實是想法是來自於就是 就是我在紅女兒睡覺的時候我會彈烏克莉莉 但是我彈一彈我就會用正常的方式去彈烏克莉 我會拿烏克莉莉在它的那個娃娃的床上面去摩擦 然後我一彈它就會有滑音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聲音其實好像可以拿來發展自己的樂器雙字這樣 所以就做了雙這件樂器的開箱作業 那還有一件是叫做海景 海景其實是一個比較浪漫的一個想像 就是想要把海浪的聲響放到箱子裡面 讓箱子裡面好像可以感覺到海的 氛圍還有一點顏色的 甚至海的聲響這樣 那有一件作品叫做造聲機 造聲機是有點反轉 以一個發明家發明的人 就是愛迪生發明的流聲機 它是去記錄下聲音 真實的世界的聲音 但是我反轉它這個概念 直接利用它原本是用蠟筒去記錄下聲音 但是我直接做了一個類似蠟筒的東西 那個蠟筒其實我是把它轉換成 有不同的齒數 所以會產生一些不同頻率的造影 那造聲機其實還有蠻多參考的來源 有一部分也是在網路上之前 也有很紅的一個箱子 叫做The Most Useless Machine 那The Most Useless Machine 其實它是無用的機器 它其實就是在你開啟那個開關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合上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這個機制 哪來放在這件作品裡面剛剛好 因為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表演的開始 表演結束後它就會自己把自己關閉 然後結束這個短暫的演出 那這次在空間中還有安排一個 一張桌子 桌子上面其實放置了一些 我在造聲的過程當中所用到的一些機具 然後還有一些電腦是跟現場的裝置會有一些連動的 那那個檯面我理想的狀態是希望在沾染的過程當中 還不斷的來進行造聲的活動 就是我會在上面陸續增加一些小的聲牆的物件 那在現場有一件比較大的跟空間有關的裝置 就是聲牆 聲牆上面安置了一個時鐘 那這個時鐘在另外一個小空間還有另外一件小作品 也是跟時間有關的 那時鐘我是把它名為無時鐘 就是一個沒有時針分針秒針的一個時鐘 它只有鐘擺會不斷的來回擺擋 然後它在安靜的時刻是可以聽到時鐘Tik Tok Tik Tok的聲音 然後這件作品跟另外一件小品叫做Loop 31 三十一回圈的作品 其實是有一個對於時間在 時間在聲音或者是動力裝置的部分當中 它其實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它就是一個時間性的過程 但是時間往往又是最容易被人要分裂的 所以我就利用這兩個東西來做一個對於時間暗示 還有讓觀眾在某些時刻能夠注意到時間這個事情 那無時鐘這件作品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滿重要的意圖 就是我對聲音的一個見解 因為我覺得聲音它是無時無刻充斥在我們的空間環境當中 但是我們常常不會去在意 除非是有人跟你說話是很明確的聲音 或者是你開車被鳴的喇叭 它是一個很明確的聲音之外 其實有很多很無意義的噪音 或者是聲響是一直在我們的空間當中流逝 那我覺得就以一個對聲音有興趣的創作者來講 其實我可能也是因為職業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常會去注意到一些聲響 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所發生的 那那些聲響其實它之所以產生意義 也是因為我在當下意識到聲音的存在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 我去意識到聲音這件事情 再把這個動機再延伸擴大成 我做一個作品如何去呈現這個 我所感受到我覺得很美好的聲音 會是怎麼樣再去發展這樣 那聲響作品上面其實還有一件叫做空氣的作品 和一件叫做耗的作品 耗其實就是耗槽其實就是喇叭的裝置 會利用氣動去吹奏出像打發的聲音 那它其實是一件聲響蠻具威力的作品 然後另外一件空氣其實也是發展 也是延伸發展我之前另外一個系列的作品 叫做空氣 那我這次就試圖在讓這兩件作品 可以同時呈現在牆上 那它還會透過一個開箱作業的箱子裡面的編曲的按鈕 可以讓觀眾即時的去操作這個在牆上的樂器 那最後一件作品就是傾倒時刻 其實就是我讓一根透明的壓克力管裡面放置了很多 有透明藍色綠色的珠子 那它會在管子裡面流動 利用一個機械裝置讓它來回擺盪傾倒的時候 那些珠子會散落樹像是下雨的現象